吃饭了 妹妹等一会儿啊 小包子们 快吃饭了 闻一闻 这不是你们的 这是妈妈的 你们的在泡呢 这小爪 抓着都不松 妹妹的 香不香 香不香 实际上你们一吃饭 就乱抓乱蹦了 今天给我腿上挠的印子 就给你们关起来 瘦得真长 可饿吧 小乖乖的叫的声音好长 这成功抓了一块肉进去了 那儿呢 掉那儿了 大王子啊 你能抓一块肉吗 你的毛太长了 你的爪子不行 大王子的眼睛都直了 哎呀 这个会捞肉的 进不去看着吃吧 哎哟 你这厉害不厉害 哎呀 小胖虎 你怎么那么厉害 回来 我还能抓 来 又成功搂过去一块 这才是你们的饭饭 再泡软一点 再放奶粉 这个也要 烫火 烫糊 烫糊 吃饭了 怕我生气了 哎 别叫了 好了 嗯 好了 好了 哎呀 我都真饿呀 饿啊 好了 马上好了啊 好了好了 吃饭吧 好了 添一点小罐头 再添一点肉肉 哎呦 疯了 疯了 看自己找自己 位置找的多好 不行 我这样喂下去 他们就得减肥了 没办法呀 总想让他们吃的香香的 每天半夜还得要一次夜宵 要不就是纯肉 要不就是奶 小猫在三个月之前 最好让它吃泡软的猫粮 两个多月也可以吃 但是泡软了以后 更有益于它以后的肠胃消化 这样的小猫以后胃口都比较好 然后肠道吸收各方面都比较好 好了 我去找大胖虎 给爸爸喂饭 还得端过去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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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